内地企业出现污染,出现一些违规的事情,其实是经常有的,这里只不过是冰山一着 老实说他现在说赔这个钱一千九百多万,对一家这么大的一家上市企业来讲 对它的利润有影响吗?那我觉得这个影响不怎么大 那反而是暴露了整个内地的很多不同的企业,特别是一些工业 他对整个环境的不关注,这是应该改善的 如果是企业要再一步走出处的话,我看内地的企业还在这一方面要多一点的关注 那只是官司有一个赔偿的额度,但是他到最后,这个是人家告他要他赔的额度 但是到最终要不要赔怎么多呢?这个是难讲的 那还是,现在还是整体的市场气氛来讲呢,还是对黄金的需求很高 对黄金的股票就是生产黄金的销售黄金的 这些股票来讲呢也是有很高的一个需求 那所以今天你看这个基金它本身的股价也没怎么特别调整 这一次也不是说它第一次出了这些污染的一些事情 那有人员伤亡,财产伤亡这些事情 那就我也负议一下,就内地的企业也是应该对这方面的有多一点的关注 那让这些企业就健康发展是比较好一点